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99年被美之联的达拉斯选中 直到2001年才顺利进入美之联 那一年他帮助巴依队夺得了冠军后来当美之联的 而那时候美之联已经进入了季后赛 对于一个新人 在季后赛是几乎没有上场的时间的 大志来了之后也只能坐在板凳上 美之联有夏季联赛 这个是新球员打磨技术 提高自己的地方 大志想留下来 但是和国家和自己的母队签的有协议 后来大志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请了一个国外的经纪人 使得他的这件事一步步的失去控制 大志在美之联期间 大志辗转了三个球队 达拉斯 洛杉矶快船和迈阿密 因为国内的事情 大志的表现不尽人意 一直都是可有可无的剃毒角色 经过沟通 排除误解后 大志在2006年再次进入国家队 他是第一个进入美之联的人 他在美之联的成就本应该更高 但却被体制所累 终究成为遗憾 中国球员之效力球队最多的球员 巴特尔 踏巴士级大志之后 又一个进入美之联的球员 他没有经过选秀直接进入了美之联 看过大巴比赛的人都知道 他身体 浑厚 可以和美球员相媲美 他进入了的第一支球队是丹伯队 并且在他的第二场比赛首发出场 在丹佛期间 大巴变现终归终局 是一个合格的替补 在第二个赛季 他被换到了圣安东尼奥 那时候丹佛是一个实力较弱的球队 而圣安东尼奥是冠军的热门队伍 经过和底特律七场比赛 最终大巴跟随圣安东尼奥 赢得了冠军 他也是我国球员第一个拿到冠军的 在圣安东尼奥 大巴并没有多少上场的机会 之后 他开始了流浪的生涯 他在国际球员较多的多伦多待过 后来也去了繁华的纽约 最后一战是克利夫兰 但终究是有差距的 大巴没有在美之联立足 克利夫兰之后 大巴无奈回国了 在国内联赛发挥着余热 直到退役 中国球员之三分王 易建联 阿联的生涯可谓是高开低走 在选秀大会上 他在第一轮的第七位被密尔沃基拿下 阿联在密尔沃基的第一个赛季 打出了一个合格新秀该有的表现 曾经获选过约最佳新秀的 而且还有单场29分10篮板的高效 或许是强度太高 阿联新秀赛季也受了好几次伤 之后一个赛季 阿联表现未再有提高 后被交易到了新泽西 在新泽西的一年里 阿联在比赛上偶有高量的表现 但并没得到球队管理层的信任 后来又面转到了刚选到状的华盛顿 在华盛顿的一场比赛中 阿联投中了一个三分球 栓 力超越其他的中国球员 成为投入三分球最多的球员 阿联在美之联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是因为性格 球风等原因他很难融入到球队 也没有让球队管理层信任的表现 后来他在小牛待了一个赛季 回到了国内 前年一个机会 阿联成功和洛杉矶签军 但是因为上场时间以及在球队的定位问题没有和主帅谈妥 最后无奈解约 中国球员之成就最高 姚明 说到美之联的中国球员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大摇 就连在美国 如果让他们说一个印象最深的亚洲球员 他们给出的答案也是大摇 姚明用他的努力 实力和幽默征服了世界球迷 大摇是美之联的选秀第一名 这也是美之联这么多年历史上 第一个以前和美国没有关系的撞秀 大摇在他的第一场比赛表现并不好 或许是因为紧张和压力 毕竟有那么多人在开到比赛 在第一场比赛 他就拿了两个篮板 这对于一个中锋并不猴格 后来他积极调整 打出了应有的状态 还打脸了著名的大嘴评论员 在那一年的最佳尖秀的评选中 他仅以数票之差败给了小斯 作为美国的蓝球联盟 他们不是很允许这个奖项给一个外国人 那一年大瑶的表现是要比小斯还好的 大瑶是一个性格外向 幽默的人 他在美国很吃得开 所以他作为休斯顿的领袖 没有人怀疑过 大瑶就是职业生涯 有点短